第二类呢 知他众生 种种落语 各个不同 这是知世间人 世间人 他们的爱好 他们的兴趣 故故不相同 佛菩萨都知道 而且怎么样呢 而且帮助你 满足你的欲望 世间人而在 有财富就快乐 没有财富就痛苦 这世间人呢 佛就教你发财 知道吗 是不是真的 真的 一点不加 你要聪明智慧 你要健康长寿 佛通通都可以帮助你 得到 你在这上有欲望 你不知 你只希望果报 你不知道因 所以你得不到 如果你的方法不正确 思想不正确 你得到的果报 你不能享受 为什么 你没这个福报 得到福报 不是生病 就是灾祸 所以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佛哥我们讲了 你到人间来 业力来的 你的业力是两种 你要知道 一种是影业 引导你到人道的头台 这是影业 引导的 引导的是什么 是无解 中国老祖宗教会里面 叫五常 仁义离智信 这五个字 在佛法里面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饮酒 无解 这个能做好了 你就会到人道来 他带着你到人道来 天眼道 是上平是山 逼人的德行高 引导你去那个地方 我们只要的人身 我们这个一方 这个业 大家是共同 我们都得到人身 得到人身之后 平复贵贱 不一样 这是第二个业 第二个业是什么 叫满业 圆满的满 满业 不一样 谁得人身 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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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教导我们 布施 持戒 忍辱 修这些东西 这是修满意 财富从哪来的 财富从财布施来的 你要想求发财 你多财布施 越施越多 真的一点没错 今天你得大财富 是你过去生中 修的大布施 有阴有苦 你过去生中 没有修财布施 这一生到哪里找财 同样做生意 他赚钱你学吧 为什么 他命里都有 过去财神经修财古事 命里有财 你命里都没有财 跟他做同样的事情 他罚你罚不了 道理在四天 所以中国古人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一生皆是命 半点也不有人 是你过去生中所造作的 决定你这一生中 佛家有一句机子说的好 余之前世音 我也晓得我前世做的是什么音 精神受这事 我这次享受的就是 国报 英国报应 丝毫不少 那余之来世果呢 今生做这事 我想我来世会怎么样 我这一生所作所为 就注定来世的命运 这是有凭有据 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 完全是四世真相 零